冰淇淋 朋友要吃冰淇淋嗎 蘑菇這一家 準備 過年期間趁著好天氣帶芒果妹妹去西湖躺場走走 沒想到來這裡遊玩的遊客相當的多 還有眾多美食小攤 肚子餓了都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就是為了北海道彩虹霜淇淋來的 排隊的人潮綿延好長好長喔 妹妹要很急 妹妹要尿尿嗎 這裡也有賣北海道生吐司 先帶妹妹去解放一下 這女孩堅持不在室內大小便 最愛找不錯的草地解決 來到西湖躺場絕對不能錯過這家 即使假日要排隊很久 還是吸引不少遊客大排場走 還有推出各式各樣的超優組合價 我們選擇買原味乳酪蛋糕加北海道彩虹霜淇淋 品嘗完美味的北海道彩虹霜淋後 接下來要帶妹妹往西湖躺場的休閒園區走去 躺場園區內的腹地非常大 園區保存完好的製糖產業遺產 包含製糖工廠、木造、五分車站、三四六蒸氣小火車 與日式宿舍群等等 並設有烤肉區、生態池、青植草原及櫻花林等設施 為台灣中部兼具唐豔歷史文化及光光休息的青植景點 帶妹妹一起去體驗西湖躺場的五分車之旅囉 五分車成條100元、蒸氣火車150元 小孩115公分以下免費 若是未滿6歲超過115公分需攜帶陣件 毛小孩可以免費搭乘 平日區團體預約20人以上只會發車 假日行駛時間維持11、13、14、15、16點 蒸氣小火車只有週日的11、14點才有行駛 入口處旁邊可以寄放嬰兒推車和寵物推車 跟我們一樣第一次坐西湖躺上五分車 瞧她好奇寶寶上五分到處聞聞呢 小火車還沒開動 就捕捉到偷偷打瞌睡的妹妹 趁小空檔透明一下真可愛 美美跟她偷睡覺被拍照 小火車 3 2 1 8 火車行車中請大家注意安全 有幾點注意是這樣在 妹妹完累了 西湖堂長五分車從西湖開到佐水 單乘3.6公里來回50分鐘 在佐水站會停留10分鐘左右 讓大家有短暫的時間種種逛逛 及和小火車合照 但是非必要請入隨便是安降 以免拖過大家的時間 火車警示以火車走為走 在我們的左手邊為車輛展示區 展示區內的車輛前方 車輛是有解說盤 公明開車輛的用途 五分車行駛中解說員會介紹 唐葉文化及鐵道沿線之農特產品 沿途遙遙晃晃 妹妹一邊吹著微風碎神都跑走了 一直看著五分車外的景色 尤其是 視而親子接著會在 在島嶺 住廊為舊車的追速場地 在地 卻為 五分車左右 已經離開西湖堂長在場之外 在地上上就要不要平行 對手機會遭到 這樣 這樣 要不要趕快帶來賓也沒有安靜 因為等下不會吹 我們來個賽事宴 但是對來賓做完 看都不好玩 非常地好 沒有說 可以當民進來走能力的 又可以做 都來觀光 露宏堂 存攤 本地的觀光 我們的行程 都要十分長時間 並有第一名的香桌 做部門 兒子 有一些 如果是 就在使用 原產 攤餸 是 小與 操間 也可以 最後 12年 村民 是 Picture 從日據時代開始 這堂產業就是台灣重要的經濟名脈 隨著時代變遷 西湖堂廠停止製堂後 80多年歷史的大煙囪不再冒煙 將原本載運甘蔗的銷貨車 經改裝彩繪變身後 依舊穿梭在古老的鐵路上 西湖堂廠已於2002年7月停止製堂 廠區之後轉型為觀光文化園區 我們現在搭乘的就是堂廠轉型 草租小化經營的觀光彩繪小火車 提供遊客搭乘小火車欣賞便宜風光的樂趣 解說員一路解說者兩旁有許多在地特有農產 有葡萄、花椰菜、韭菜等等 目前台灣有觀光五分車行駛的堂廠 除了有西湖堂廠外 還可以去蒜頭堂廠、烏樹林堂廠、星銀堂廠及橋頭堂廠 沿途除了欣賞田園風光 小火車會車時還會有熱情的民眾互相揮揮手 難怪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連站在遠處的農夫 都熱情的對著五分車上的我們揮手 真有人情味啊 我們現在已經跨越了三個江戒 四馬三個江戒 我們英國會維持在五分車地方 像是剛剛出發的四十一名叫五十二零 另外在右手邊叫五十二零 就是我們五十四零 另外在左手邊就是我們的五十四零 另外在左手邊就是我們的五十四零 我們現在來這邊請客人家 我們的右手邊地上條 到達鎖水站囉 小火車會在這裡停留約十分鐘左右 variability 老大級光 農曹 Uni 下車逛逛的遊客超級多 這裡有很多攤子 有賣玩具棉花糖水果餅乾等等 來看一下小火車頭 人逛的範圍不大就小小的 就快出逛一下囉 妹妹沒有要買什麼 就跟姊姊坐在火車上等等 到處坐小火車玩得開心的笑囉 原來小火車頭要轉下去 這樣閃頭哦 結束10分鐘短山停留 五分車慢慢要駛回西湖堂草 夕陽與微風伴隨著我們 回程我們換到對面的位置 欣賞著不同的風景 欣賞著我們 好 大家隨時我們來我車 我們就慢慢要來跟我們 一起走路伴隨著我們來貴族啊 我們的大名字哦 小名字哦 我們要來貴族啊 欣賞著我們喔 欣賞著我們 所以我們跟這個小火 我們跟這個小火 聊天的小火 我們這個七星相關的美食 所以你要到我們髒話 不可以來髒話哦 因為我們髒話好吃 我們這個大陣子的吃飯 我們這個大陣子的吃飯 這個大陣子的吃飯 這個大陣子的吃飯 我們要吃飯 我們會在這裡 喝一點黃酒 就是我們要去吃飯 你看看 這個呢 這個呢 它是我們 其實我們不上的心情 就有很多 這一個大陣子 就有很多 所以我們要到我們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 就是我們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 在这边的话 60点 3次 各种都算90 所以在台南多多是 最好的 这边都很重要 我们现在这边到 整个人 在台南 这边就像 这边两边 在这边的话 西点四季 就是像他的 这个 这个 我们家 台南多 台南多 东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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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 这个 这边 这边 比如说 看看 他 这个 他 他 我们 以下 去 那 就是 呢 來 背景地形穿械的直撇 感覺剛剛平面的直撇 你看我們大臉的回家 很久不見了 在家裡有三百人家 我們大臉 下車之外 你找不到方向 你放上去 好奇妹妹一直想換位置 時不時腳腳往前挪 時不時又被晃到站不穩 中子座的好奇妹妹不知道在想什麼 該不會想喬個最好角度吧 看看五分車外的景色長什麼樣子 在家裡看別人在家 你如果在家裡的麵包都在那裡 好 要這樣吃 整身的麵包都在那裡 那待會兒就要注意一下 來 看我家的新年快樂 兩天的新年快樂 來 新年快樂 哇 巧克力太棒了 哇 新年快樂 這是別家的小孩子 好棒喔 路過平交道 暫停的機車騎士也熱情對著坐在五分車上的人們揮揮手 沿途的工作人員和民眾也是 一開始原本內心覺得尷尬的我們被熱情的人們感染著 覺得特別又新鮮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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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線完全不會被遮住 真的太聰明了 好 再一次的 等一下你開車的話 不要到大陸的地方 再一次喔 好嘞 那我們現在即將到站 我們現在在這邊 好 兩天好 明天在那 好 好 明天出廣告 兩天好 那你去一趟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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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裡 上班的下班 或是在部分阿嬤合 scratching合一眼 非常嚴重 它向了近啊 在那裡 從如果著對著 三度整理ровstoff 再也點衰 很多 所以想要在那里 你這個地方喔 在這邊 請って 到站囉 我們搭乘的是今天的末班車 可以體驗五分車行駛的樂趣 還可以看到黃澄澄的夕陽餘暉 下火車後附近就有半熟禮店可以觀光 有賣很多口味的冰房 還有賣很多適合送禮的伴手禮 充滿趣味的休閒園區 很適合大家親家帶券一起來玩 也是對毛小孩相當友善的觀光園區 Cheese Cake 好吃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